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赞扬北约安全联盟跨出巨大一步 希拉里克林顿称这次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北约外奖级别会议 星期三希拉里克林顿在布鲁塞尔华 她在在任四年期间花了很多时间在北约总部 希拉里克林顿称这些时间花得很值得 希拉里克林顿在北约总部参加为期两天的28个国家的部长级会议 希拉里克林顿称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北约组织是维护世界稳定与安全的最伟大力量之一 希拉里克林顿还赞扬了北约取得的一些成就 包括从阿富汗减少以及以北约为首的部队 以及与俄罗斯关系的缓和等等 希拉里克林顿预计将会在2013年从美国国务卿的位置上退下来 奥巴马总统将会任命下一任的国务卿可能的候选人 包括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赖斯 以及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参议员 今天我们开始为了A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